你知道杨子是谁吗? 他是一位演技出众,人气爆棚的女演员 他的作品《家有儿女》,《战长沙》,《香蜜沉沉浸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等都深受观众的喜爱 他的形象也多变多彩,从清纯可爱的小雪 到倔强坚强的湘芸,再到妩媚妖娆的小妖 他都能完美诠释,展现出他的多面魅力 昨天,他的工作室发布了数张活动美照 展示了他的甜辣风格 杨子的活动美照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不少人都对他的造型赞不绝口 他穿着一袭镂空黑裙,亮相惊艳,中间镂空的部分 尤其是他的巴掌腰 裙摆的长度正好露出了他的眉腿 他的头发也做了发型,显得知性,优雅 与他的眼镜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他的眼镜既有气质又有味道 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喜爱 有人说,他的眼镜是为了配合他的新剧 甜美,知性,优雅等都能驾驭得很好 他的服装,发型,妆容 都能与他的气质和角色相匹配 上人感受到他的用心和专业 他的造型师也曾经透露 杨子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他对于自己的形象有着自己的想法和主张 但也很尊重和信任造型师的建议和意见 他也很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 杨子的造型变化也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关注 有时尚评论家指出 杨子自从换了造型团队后 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会给人带来精细 尝试过多种风格 包括性感、甜美、知性、优雅等 都能驾驭得很好 他说杨子的身材比例很好 他的黑裙子就很巧妙地利用了镂空的设计 吐出了他的腰身和腿部 让他看起来更高挑 他的圆框眼镜也很有味道 既有气质又有个性 配上他的对脸拍 展现出了他无懈可击的美貌 五官精致 无可挑剔杨子的美貌和演技 也得到了公众和专家的认可和赞赏 他曾经多次获得各种奖项 包括精英奖、飞天奖、白玉兰奖、金骨朵奖等 他也曾经入选了福布斯、中国名冤榜 时代周刊亚洲版的下一代领袖等 他的粉丝也非常多 他的微博粉丝已经超过了一亿 他的微博之夜也是一场盛况 他的生日祝福也是一片温馨 他的粉丝们都非常爱他 给他送上了各种礼物和祝福 他也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陪伴 他说他会继续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和更好的自己 杨子是一个值得我们敬佩和喜欢的女演员 他的演技、形象、性格 都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真诚 他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他的进步和成长 他的每一次表现都是他的努力和付出 他用他的作品和笑容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和感动 他用他的态度和行动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和信心 他是我们的小猴子 我们的国民女儿 我们的演技派 我们的时尚icon 我们的杨子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为他骄傲 我们的杨子